日後 現在是六點半剛剛搭好了車 马上就换好了衣服 开始化妆了 第一场戏是展哥的戏 没有我的 然后我就在一边看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展哥拍戏 而且是一个对手戏 就是挺长的一段 当时感觉特别兴奋 因为能跟那么好的演员一起演戏的话 我肯定是能学到很多东西 今天一整天的戏都是在墓地 和这个殡仪馆进行的 在休息的时候我就出来转了一下 原来发现这个场景是特别熟悉的 一个著名的拍摄场景 大家猜一下是什么片 你应该带着他 你害怕是吗 他是你儿子 这个戏自从audition的时候 我就开始不停地抽烟 因为拍audition的时候拍了十几条 就等于说抽了十几支 然后幸好在拍摄的时候 有这种herber smoke 它就是等于说不是烟 但是能有烟的这种拍摄的效果 抽起来就对 就不是那种有没有尼古丁啊 没有那个烟肠的这个 哎呀抽了好多 从展哥这边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 他讲的最多的就是这种真实的感受 和真实自然的这种表演 就说很自然的流露 就对剧本人物了解之后 那剩下的就是一种自然的一种表现 就是生活化 当然导演Tiger也是挺信任我的 就是等于说给我一个这个机会吧 我也是挺感激的 另外的话所有的主演也很棒 经常会在组里面 还遇到一些认识的朋友 而且非常巧 那这一次的话 你看那个心童这位女孩 右边这位女孩 她就是我下一部戏的女儿 她演女儿 你说巧不巧 哇还有红包啊 这个好革命啊 哈哈哈哈 谢谢啊 谢谢 哇这个全是泰餐 对啊很好 だろう 你说什么 对啊 我们完全是有空姐